红楼梦 第46回 尴尬人 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 视觉鸳鸯傲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林黛玉直到四更江南 方渐渐地睡去 暂且无话 如今且说 凤姐儿因剑行夫人叫她 不知何事 盲令穿戴了一番 坐车过来 行夫人将房内人遣出 敲向凤姐儿道 叫你来不为别事 有一件为难的是 老爷托我 我不得主意 先和你商议 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鸳鸯 要她在房里 叫我和老太太逃去 我想这到平常有的是 只是怕老太太不给 你可有法子 凤姐儿听了 忙到 依我说 竟别碰这个钉子去 老太太离了鸳鸯 饭也吃不下去的 哪里就舍得了 况且 平日说起闲话来 老太太常说 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做什么 左一个小老婆 右一个小老婆 放在屋里 没得耽误了人家 放着身子不保养 官儿也不好生作趣 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 太太听这话 很喜欢老爷呢 这会子回避 还恐回避不及 倒拿草棍而戳老虎的鼻子眼去了 太太别闹 我是不敢去的 明放着不中用 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 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行事不妥 太太该劝才是 比不得年轻 做这些事无碍 如今兄弟 侄儿 儿子 孙子一大群 还这么闹起来 怎样见人呢 行夫人冷笑道 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 偏咱们就使不得 我劝了也未必一 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 这么胡子苍白了 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 要了做房里人 也未必好驳回的 我叫了你来 不过商议商议 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 也有叫你要去的理 自然是我说去 你倒说我不劝 你还不知道那性子的 劝不成先和我恼了 凤姐儿知道 行夫人秉性于强 只知诚顺甲设以自保 此则拦取财货为自得 家下一英大小事物 具有假设摆布 凡出入银前事物 一经他手便刻色异常 以假设浪费为名 须得我就终简省 方可长补 而女奴仆 一人不靠 一言不听的 如今又听行夫人如此的话 便知他又弄左性 劝了不中用 连忙裴笑说道 太太这话说得极是 我能活了多大 知道什么轻重 想来父母跟前 别说一个丫头 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 不给老爷给谁 背地里的话哪里信的 我竟是个呆子 连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 老爷太太恨的那样 恨不得立刻拿来 一下子打死 极致见了面 也罢了 依旧拿着老爷太太 心爱的东西赏她 如今老太太代老爷 自然也是那样了 依我说 老太太今儿喜欢 要讨今儿就讨去 我先过去 哄着老太太发笑 等太太过去了 我搭讪着走开 把屋子里的人 我也带开 太太好 和老太太说的 给了更好 不给也没妨碍 众人也不知道 行夫人见她这般说 便又喜欢起来 又告诉她道 我的主意 先不和老太太要 老太太要说不给 这是便死了 我心里想着 先悄悄地和鸳鸯说 她虽害骚 我细细地告诉了她 她自然不言语 就妥了 那时再和老太太说 老太太虽不一 搁不住她愿意 常言人去不中流 自然这就妥了 凤姐儿笑道 到底是太太有智谋 这是千妥万妥的 别说是鸳鸯 凭她是谁 哪一个不想八高望上 不想出头的 这半个主子不做 倒愿意做个丫头 将来配个小子 就完了 行夫人笑道 正是这个话了 别说鸳鸯 就是那些直视的大丫头 谁不愿意这样呢 你先过去 别录一点风声 我吃了晚饭就过来 凤姐儿暗响 云阳素席是个可恶的 虽如此说 饱不言她就愿意 我先过去了 太太后过去 若她依了便没话说 躺货不依 太太是多疑的人 只怕就以我走了风声 使她拿枪做事的 那时 太太又见了应了我的话 修脑便成怒 拿我出起气来 倒没意思 不如同这一骑过去了 她依也罢 不依也罢 就移不到我身上了 想必 殷笑道 方才临来 旧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鞍唇 我吩咐他们炸了 原要赶太太晚饭上送过来的 我才进大门时 见小子们抬车 说太太的车拔了缝 拿去收拾去了 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 一起过去倒好 行夫人听了 便命人来换衣服 凤姐忙着服饰了一回 娘儿两个坐车过来 凤姐又说道 太太过老太太那里去 我若跟了去 老太太若问起我过去做什么的 倒不好 不如太太先去 我脱了衣裳再来 行夫人听了有礼 便自往贾母处 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 便出来贾托往王夫人房里去 从后门出去 打鸳鸯的卧房前过 只见鸳鸯正然坐在那里做针线 见了行夫人 忙站起来 行夫人笑道 做什么呢 我瞧瞧 你扎的花儿月发好了 一面说 一面便接她手内的针线 瞧了一瞧 只管赞好 放下针线 又浑身打亮 只见她穿着半新的藕合色的领袄 轻断掐牙背心 下面水绿裙子 风腰靴背 鸭蛋脸面 乌油头发 高高的鼻子 两边塞上微微的几点雀斑 鸳鸯见这般看她 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 心里便觉诧异 音笑问道 太太 这惠子不早不晚的 过来做什么 行夫人使个眼色 跟得人退出 行夫人便坐下 拉着鸳鸯的手笑道 我特来给你倒洗来了 鸳鸯听了 心中已猜着三分 不觉红了脸 低了头不发一眼 听行夫人道 你知道你老爷跟前 竟没有个可靠的人 心里再要买一个 又怕那些人牙子家 出来的不甘不敬 也不知道毛辫买了来家 三日两日 又要凑鬼掉猴的 阴满府里 要挑一个家生女儿收了 又没个好的 不是模样而不好 就是性子不好 有了这个好处 没了那个好处 因此 冷眼选了半年 这些女孩子里头 就指你是个家 模样 行事做人 温柔可靠 一概是齐全的 意思要和老太太 讨了你去 收在屋里 你比不得外头心买的 你这一进去了 进门就开了脸 就封你姨娘 又体面 又尊贵 你又是个要强的人 俗话说的 金子 中得金子换 谁知 竟被老爷 看中了你 如今这一来 你可遂了 苏日志 大心高的怨了 也堵一堵 那些 闲你的人的嘴 跟了我回老太太去 说着拉了她的手 就要走 鸳鸯红了脸 夺手不行 行夫人知她骇骚 因又说道 这有什么骚处 你又不用说话 只跟着我就是了 鸳鸯只低了头 不动身 行夫人见她这般 便又说道 难道你不愿意不成 若果然不愿意 可真是个傻丫头了 放着主子奶奶不做 倒愿意做丫头 三年二年 不过配上个小子 还是奴才 你跟了我们去 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 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 老爷带你们又好 过一年半载 生下个一男半女 你就和我并肩了 家里人 你要使欢谁 谁还不动 现成主子不做去 错过这个机会 后悔就迟了 鸳鸯只管低了头 仍是不语 行夫人又道 你这么个想快人 怎么又这样激瞻起来 有什么不称心之处 只管说与我 我管你 随心如意就是了 鸳鸯仍不语 行夫人又笑道 想必你有老子娘 你自己不肯说话 怕骚 你等他们问你 这也是理 让我问他们去 叫他们来问你 有话只管告诉他们 说必 便往凤姐儿房中来 凤姐儿早换了衣服 因房内无人 便将此话告诉了平 平儿也摇头笑道 据我看 此事未必妥 平常我们背着人 说起话来 听他那主意 未必是肯的 也只说这瞧罢了 凤姐儿道 太太必来这屋里商议 依了还可 若不依 白讨个骚 当着你们 岂不脸上不好看 你说给他们炸鸯唇 再有什么配几样 预备吃饭 你且别处逛逛去 姑娘这去了再来 平儿听说 照样传给婆子们 便逍遥自在地 往园子里来 这里鸳鸯 剑行夫人去了 必在凤姐儿房里商议去了 必定有人来问她的 不如躲了这里 因找了琥珀说道 老太太要问我 只说我病了 没吃早饭 往园子里逛逛就来 琥珀答应了 鸳鸯也往园子里来 各处游玩 不想正欲见平儿 平儿阴见无人 便笑道 新姨娘来了 鸳鸯听了 便红了脸 说道 怪到你们串通一切来算计我 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 平儿听了 自毁诗言 便拉她到枫树底下 坐在一块石上 月姓把方才凤姐过去 回来所有的刑警言辞 使墨缘由告诉于她 鸳鸯红了脸 向平儿冷笑道 这是咱们好 比如席人 琥珀 素云 紫涓 彩霞 玉串 摄月 翠墨 跟了屎姑娘去的翠驴 死了的可人和金串 去了的欠雪 连上你我 这十来个人 从小儿什么话不说 什么事而不做 这如今音都大了 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然我心里仍是照旧 有话有事 并不瞒你们 这话我且放在你心里 且别和二奶奶说 别说大老爷 要我做小老婆 就是太太这会子 死了 他三枚六拼的 娶我去做大老婆 我也不能去 平儿方玉笑道 只听山石背后 哈哈的笑道 好个没脸的丫头 亏你不怕牙唇 二人听了 不免吃了一惊 忙起身向山石背后找寻 不是别人 却是席人笑着走了出来 问什么事情 告诉我 说着 三人坐在石上 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 与席人听到 真真这话论理 不该我们说 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 略平头正脸的 他就不放手了 平儿道 你既不愿意 我教你个法子 不用费事就完了 鸳鸯道 什么法子 你说来我听 平儿笑道 你只和老太太说 就说已经给了脸二爷了 大老爷就不好要了 鸳鸯翠道 什么东西 你还说呢 前儿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的 谁知硬倒筋了 习人笑道 他们两个都不愿意 我就和老太太说 叫老太太说 把你已经许了宝玉了 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 鸳鸯又是气 又是骚 又是急 阴骂道 两个蹄子不得好死的 人家有为难的是 拿着你们当正经人 告诉你们与我排解排解 你们倒替换着取笑 你们自卫都有了结果了 将来都是做姨娘的 据我看 天下的事未必都随心如意 你们且收着心 别推乐过了头 二人见他急了 盲陪笑央告道 好姐姐别多心 咱们从小儿都是亲子妹一般 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相 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 也好放些 鸳鸯道 什么主意 我只不去就完了 平儿摇头道 你不去未必得甘休 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 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 也要出去的 那时落了她的手 倒不好了 鸳鸯冷笑道 老太太在一日 我一日不离这里 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 她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 没个娘才死了她先那小老婆的 等过三年 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 那时再说 纵到了至极为难 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 不然还有一死 一辈子不嫁男人 又怎么样 乐得干净呢 平儿昔人笑道 针着蹄子没了脸 越发现口都说出来了 鸳鸯道 事到如此 骚一会怎么样 你们不信 慢慢地看着就是了 太太才说了 找我老子娘去 我看她南京找去 平儿道 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 没上来 终究也寻得着 现在还有你哥哥 嫂子在这里 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 不如我们两个人是单在这里 鸳鸯道 家生女儿怎么样 牛不吃水墙案头 我不愿意 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 正说着 只见她嫂子从那边走来 西人道 当时找不着你的爹娘 一定和你嫂子说了 鸳鸯道 这个娼妇 专管是个九国贩骆驼的 听了这话 她有个不奉承去的 说话之间 已来到跟前 她嫂子笑道 那里没找到 姑娘跑了这里来 你跟了我来 我和你说话 平儿西人都忙让坐 她嫂子说 姑娘们请坐 我找我们姑娘说句话 西人平儿都装不知道 笑道 什么话这样忙 我们这里猜谜而迎手 批子打呢 等猜了这个再去 鸳鸯道 什么话 你说吧 她嫂子笑道 你跟我来 到那里我告诉你 横竖有好话 鸳鸯道 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 她嫂子笑道 姑娘既知道 还奈何我 快来 我细细地告诉你 可是天大的喜事 鸳鸯听说 立起身来 赵她嫂子脸上下 死尽脆了一口 指着她骂道 你快夹着 闭嘴离了这里 好多着呢 什么好话 宋徽宗的鹰 赵子昂的马 都是好话 什么喜事 状元豆儿冠的姜儿 又满是喜事 怪到成日家 羡慕人家女儿 做了小老婆 一家子都仗着她 横行霸道的 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 看得眼热了 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 我若得脸呢 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 自己就封自己是旧爷了 我若不得脸败了时 你们把望八脖子一缩 生死由我 一面说 一面哭 平儿习人拦着劝 她嫂子脸上下不来 因说道 愿意不愿意 你也好说 不犯着千三挂四的 苏语说 当着矮人 别说短话 姑奶奶骂我 我不敢还言 这二位姑娘 并没惹着你 小老婆长 小老婆短 人家脸上 怎么过得去 习人平儿忙道 你倒别这么说 她也并不是说我们 你倒别千三挂四的 你听见哪位太太 太爷们封我们做小老婆 况且我们两个 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 在这门子里 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 他骂的人自有他骂的 我们犯不着多谢 鸳鸯道 他见我骂了他 他骚了 没得盖脸 又拿话挑唆你们两个 幸亏你们两个明白 原事我急了 也没分别出来 他就挑出这个块来 他嫂子自觉没去 赌气去了 鸳鸯气得还骂 平儿习人劝他一回 放彩罢了 平儿阴问习人道 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的 我们竟没看见你 习人道 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 瞧我们宝二爷去的 谁知迟了一步 说是来家里来了 我疑惑怎么不遇见呢 想要往林姑娘家里找去 又遇见他的人说 也没去 我这里正疑惑是出园子去了 可巧你从那里来了 我一闪 你也没看见 后来他又来了 我从这树后头走到山子时候 我却见你两个说话来了 谁知你们四个眼睛没见我 一语未了 又听身后笑道 四个眼睛没见你 你们六个眼睛竟没见我 三人唬了一跳 回身一看 不是别个 正是宝玉走来 习人先笑道 叫我好找 你哪里来 宝玉笑道 我从四妹妹那里出来 迎头看见你来了 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 我就藏了起来 哄你 看你低着头过去了 进了院子就出来了 逢人就问 我在那里好笑 只等你到了 跟前胡你一跳的 后来见你也藏藏躲躲的 我就知道 也是要哄人了 我探头往前看了一看 却是他两个 所以我就绕到你身后 你出去 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 平儿笑道 咱们再往后找找去 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 也未可知 宝玉笑道 这可再没了 鸳鸯已知话 拒被宝玉听了 只拂在石头上装睡 宝玉推他笑道 这石头上冷 咱们回房里去睡 岂不好 说着拉起鸳鸯来 又忙让平儿来家做赤茶 平儿和席人都劝鸳鸯走 鸳鸯方立起山来 四人竟往怡鸿院来 宝玉将方才的话 聚已听见 心中自然不快 只默默地歪在床上 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 那边行夫人 因问凤姐鸳鸯的父母 凤姐因回说 他爹的名字叫金彩 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 从不大上京 他哥哥金文祥 现在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 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 江喜的头 行夫人便令人叫了 他嫂子金文祥媳妇来 细细说与他 金家媳妇自是喜欢 兴兴偷偷找鸳鸯 指望一说必妥 不想被鸳鸯抢白一顿 又被习人平儿说了几句 休脑回来 便对行夫人说 不中用 他倒骂了我一场 因凤姐而在旁 不敢提平 只说习人也帮着他抢白我 也说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 回不得主子的 太太和老爷商议在买吧 量那小蹄子也没有这么大福 我们也没有这么大造化 行夫人听了 因说道 又与习人什么相干 他们如何知道的 又问还有谁在跟前 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 凤姐而盲道 你不该拿嘴巴子打他回来 我一出了门 他就逛去了 回家来连一个眼儿也摸不着他 他必定也帮着说什么呢 金家的道 平姑娘没在跟前 远远地看着道像是他 可也不真切 不过是我白存肚 凤姐便命人去 快打了他来 告诉他我来家了 太太也在这里 请他来帮个忙 风儿忙上来回道 林姑娘打发了人下请子 请了三四次 她才去了 奶奶一进门 我就叫她去的 林姑娘说 告诉你奶奶 我烦她有事呢 凤姐听了方霸 故意地还说 天天烦她 有些什么事 行夫人无忌 吃了饭回家 晚间告诉了贾舍 贾舍想了一想 即刻叫贾连来说 南京的房子 还有人看着 不止一家 即刻叫上金才来 贾连回道 上次南京信来 金才已经得了痰迷心窍 那边连棺材银子都赏了 不知如今是死是活 便是活着 人是不知 叫来也无用 他老婆子又是个笼子 贾舍听了 喝了一声 又骂 下流囚囊的 偏你这么知道 还不离了我这里 虎的贾脸退出 一时又叫纯金文祥 贾连在外书房伺候着 又不敢家去 又不敢见他父亲 只得听着 一时金文祥来了 小妹们直带入二门里去 隔了五六顿饭的功夫 才出来去了 贾连暂且不敢打听 隔了一会 又打听假设睡了 方才过来 至晚间凤姐儿告诉他 方才明白 鸳鸯一夜没睡 至次日 他哥哥回贾母 接他家去逛逛 贾母远了 命他出去 鸳鸯抑郁不去 又怕贾母疑心 只得勉强出来 他哥哥只得将假设的话说 与他 又许他怎么体面 又怎么当家做姨娘 鸳鸯只咬定牙不愿意 他哥哥无法 少不得去回复了假设 假设怒起来 因说道 我这话告诉你 叫你女人向他说去 就说我的话 自古嫦娥爱少年 他必定嫌我老了 大约他恋着少爷们 多半是看上了宝玉 只怕也有假脸 国有此心 叫他早早卸了心 我要他不来 此后谁还敢收 此事一见 第二见 想着老太太疼他 将来自然往外聘做正头夫妻去 叫他细想 凭他嫁到谁家去 也难处我的手心 除非他死了 或是终身不嫁男人 我就服了他 若不然时 叫他趁早回心转意 有多少好处 假设说一句 金文祥应一声是 假设道 你别哄我 我明儿还打发你太太 过去问鸳鸯 你们说了 他不医 便没你们的不是 若问他 他再医了 仔细你的脑袋 金文祥忙应论 又应退出回家 也不等地告诉他 女人转说 竟自己对面说了这话 把个鸳鸯气得无话可回 想了一想 便说道 便愿意去 也需得你们带了我回生老太太去 他哥嫂听了 只当回想过来 都喜之不胜 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 可巧王夫人 薛姨妈 李丸 凤姐 宝钗等姊妹 并外头的几个执事 有头脸的媳妇 都在贾母跟前凑圈呢 鸳鸯喜之不尽 拉了他嫂子 到贾母跟前跪下 一行哭 一行说 把行夫人怎么来说 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 今儿他哥哥又如何说 因为不一 方才大老爷月姓说我练着宝玉 不然要等着往外骗 我到天上 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 终究要报仇 我是恒了心的 当着众人在这里 我这一辈子 莫说是宝玉 便是宝金宝银 宝天王宝皇帝 恒树不嫁人就完了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 我一刀磨死了 也不能从命 若有造化 我死在老太太之先 若没造化 该讨吃的命 服侍老太太归了西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 我或是寻死 或是剪了头发当泥姑去 若说我不是真心 暂且拿化来之舞 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 日头月亮照着嗓子 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 烂化成将在这里 原来他一进来时 便绣了一把剪子 一面说着 一面左手打开头发 右手便搅 众婆娘丫鬟忙来拉住 以剪下半柳来了 众人看时 幸而她的头发极多 搅得不透 连忙替她挽上 家母听了 气得浑身乱战 口内只说 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 他们还要来算计 因见王夫人在旁 便向王夫人道 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 外头孝敬 暗地里盘算我 有好东西也来要 有好人也要 剩了这么个毛丫头 见我带她好了 你们自然气不过 弄开了她 好摆弄我 王夫人忙站起来 不敢还一眼 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 反不好劝的了 李丸一听见鸳鸯的话 早带了姊妹们出去 探春有心的人 想王夫人虽有委屈 如何敢变 薛姨妈也是亲姊妹 自然也不好变的 宝钗也不变为姨母变 李丸 凤姐 宝玉一概不敢变 这正用着女孩之识 迎春老实 西春小 因此窗外听了一听 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 这是与太太什么相干 老太太想一想 也有大摆子要收屋里的人 小婶子如何知道 便知道 也忒不知道 尤未说完 贾母笑道 可是我老糊涂了 姨太太别笑话我 你这个姐姐她极孝顺我 不像我那大太太 一味怕老爷 婆婆跟前不过硬紧 可是委屈了她 薛姨妈只答应是 又说 老太太太 老太太偏心 多疼小儿子媳妇 也是有的 家母道 不偏心 殷佑说道 宝玉 我错怪了你娘 你怎么也不提我 看着你娘受委屈 宝玉笑道 我偏着娘说 大也大娘不成 通共一个不是 我娘在这里不认 却推谁去 我倒要认识我的不是 老太太又不信 贾母笑道 这也有理 你快给你娘跪下 你说 太太别委屈了 老太太有年纪了 看着宝玉吧 宝玉听了 忙走过去 便跪下要说 王夫人忙笑着拉她起来 说 快起来 快起来 断壶使播的 终不成你替老太太 给我赔不是不成 宝玉听说 忙站起来 贾母又笑道 凤姐也不提我 凤姐笑道 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 老太太倒寻上我了 贾母听了 与众人都笑道 这可奇了 倒要听听这不是 凤姐道 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 调理的水葱儿似的 怎么愿的人要 我幸亏是孙子媳妇 若是孙子 我早要了 还等到这会子呢 贾母笑道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凤姐儿笑道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贾母笑道 这样 我也不要了 你带了去吧 凤姐儿道 等着休了这辈子 来生脱生男人 我再要吧 贾母笑道 你带了去 给脸儿放在屋里 看你那没脸的公公 还要不要了 凤姐儿道 脸儿不配 就只配我和平儿 这一对烧胡了的卷子 和她混吧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了 丫鬟回说 大太太来了 王夫人忙营了出去 要支端的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 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 视觉鸳鸯偶 幽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